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都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 男女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两个人进行感情交流 缩减差异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用反向思维来处理问题 举个例子 大家都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诚实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不管好坏 大家都直接了当 完全没有想过有些话说出来会不会给对方带去负担 会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在思考 觉得自己认定的理论就是最正确的 但其实对方不一定能接受 面对感情 每个人都应该换一种思维 两性心理学研究表明 女人认为对的选择往往是男人不认可的 简言之 女人要想和男人长久相处下去 就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 你认为诚实能让感情稳固 但其实有些事情不该太直白 你以为毫无保留能让男人更爱你 但其实男人只会轻视你 小金接触过很多情侣 其实有不少都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从而走到了分手这一步 两性心理学告诉你 和男人相处 女人别太诚实 别老实交代自己花了多少钱 廖心仪非常喜欢购物 每次都会买一大堆东西 而且都不便宜 这些开销大部分都是她丈夫在承担 廖心仪个人收入是完全不够她自己用的 廖心仪每次买完东西回去 都要在丈夫面前炫耀一番 反而一五一十交代自己花了多少钱 刷了哪张卡 再听到她提及花费的金额 心里的怒火就更是压制不住了 廖心仪不想再和丈夫吵架 所以以后不管买了什么东西 花了多少钱 她都没再跟丈夫汇报过 就算丈夫问起 她也再没老老实实坦白 丈夫不知道她到底花了多少钱 也疲于去印证 两个人的矛盾慢慢就少了 廖心仪这才明白 原来不诚实反而能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 大多数男人对消费都没有什么概念 他也不会特别在意 女人到底花了多少买了什么 他只在意最后剩下多少积蓄 两性心理学分析发现 男人不在意过程只注重结果 所以女人别老实交代自己花了多少钱 只需要给男人带去好的消费享受就行了 别坦白指出男人的缺点 陈牧是个非常好面子的男人 他很清楚自己有哪些缺点 但就是不喜欢别人给他指出来 就算是最亲的父母 最爱的女人 他也会因为对方的坦白而生气 陈牧的前女友是个直性子 有一说一 每次陈牧做得不好了 他都会立马指出来 甚至有外人在也毫不给他留情面 一次两次陈牧还能接受 次数多了他就难以忍受了 最后只能提出分手 陈牧告诉我 他就是接受不了别人批评他 即使别人说得很对 他也接受不了 两性心理学研究表明 男人在感情里最大的需求 就是得到女人的认可 这是对虚荣心的一种满足 如果女人一再指出男人的缺点 让他直面自己难堪的一面 他会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这是男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作祟 大多数男人都只想听好话 不想被批评 你想和男人相处融洽 就别坦白指出男人的缺点 换一种方式 隐晦一点去暗示 男人接受起来才更容易 别交代自己有多少前任 小爱长得很漂亮 一直以来追求她的男人就不少 总的算起来 长长短短有过七八段感情 小爱把这些感情经历 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 总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 她以为这些感情经历 能证明她的魅力 殊不知让她失去幸福的 就是这些过往 小爱最近交往的男朋友叫小陈 一开始两人感情还很好 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矛盾 矛盾的起因就是因为 小爱一五一时 坦白了自己的过往 小谷多少男友都做过哪些事 她都告诉了小陈 小爱坦白的初衷 是想让小陈多了解她 也想用对比的方式 让小陈明白 她到底想要一段怎样的感情 可小陈并不这样想 小陈只觉得她轻浮随便 对她越来越冷漠了 很多女人都和小爱一样 觉得过去的感情是自己的资本 既可以拿来炫耀 又可以用以证明自己的魅力 让男人产生强烈的危机感 可男人并不这样想 女人越是诚实坦白 男人就越是难以接受 男人都是占有于很强的人 她希望自己是女人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男友 不管女人的过去怎样 只要她不知道 她都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 所以女人不要老实交代自己的过去 略有保留 感情才不会出现问题 从两性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男女在感情里面的需求 有很大的不同 男人更在意结果 男人更渴望被认可 男人更希望 自己是女人生命里的独一无二 女人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 才能真正抓住男人心 和她长久平稳地交往下去 很多女人并不了解男人的心理 所以常常做破坏感情稳定的啥事 男女相处 凡事都不能只想着自己 而是要多想想对方 好的感情 其实就是两个人互相为对方考虑 两个人共同为爱努力 女人要明白 诚实虽然是很好的品格 但有时候太过诚实 反而会让感情出现问题 和男人相处 最好别太诚实了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脸书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 每篇主创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阿豪军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脸书的超级粉丝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